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愿神的话 如同传言金路半 滋润离我的心 今天 我们的灵修进度 是来到诗篇66篇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全民当清众神 从66篇一开始 诗人就宣告 全地都当向神欢呼 因着神的能力 全地要清众神 我们可以从第三节中看到 因你的大能 受敌要投降你 以及第六节中 他将海变成干地 中文暴行过河的神迹 乃至于到第九节 他使我们的圣名全活 也不叫我们的脚动摇 当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神事 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 就是神的恩典 所遭遇的苦难 而是我们 知道神迹即将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来看第十到第十二节 神啊 你曾试验我们 熬练我们 与熬练银子一样 你使我们进入网络 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 你使人错车摘我们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 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当我们知道神有丰盛的应许时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包括痛苦 疾病 和重担等 你们都只是前往永生道路的过程 神就是这样 熬练我们 直到我们 好像神的样式 目的 是要领我们到丰富之地 所以 我们要有耐心面对熬练 然而 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是如何呢 神是听祷告的神 重点是我们的态度 十八节提到 我若心里注重罪业 主必不听 所以 我们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 神必随听我们的祷告 神喜悦我们 和祂亲近 神的恩慰 和慈爱必永不离开 祂必赐下平安 和喜乐给我们 帝兄姐妹 我们是否事上 透过读经 祷告 和神 建立 亲密的关系 在生活中 我们是否行神所喜悦的事 并且 时时刻刻 清重赞美神 当我们经过试验的时候 当我们经过试验的时候 我们是抱怨神 或是赚美神呢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多谢你赐给我们生命起色 我们甚至到 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 是神给我们机会学习更多的交托 和倚靠 让我们在库难中 仍然赞美 清宗 神的名 我们祷告 是奉子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